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忙活一天了 也该休息休息了 今天我在洋装店织了一身洋装 你觉得好不好看呀 好看 好看 若兰穿什么都好看 朕夫爷 神爷寄来一张请帖 邀请我们去山东莱州违宪赴宴 神爷要结婚了 什么 神爷要结婚 杨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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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怎么在密室 这不是云南易龙湖的失业药吗 毕兰 毕兰 你什么时候来的 穿那么难看 套上去 杨天淳 套议 讨厌 毕兰 我怎么在密室 这不是云南一龙湖的 失业药吗 神爷要结婚了 大卦 左张欲望的寻墨什么呢 找老秦人呢 娘子 你盖着盖着还能亏贪我的面容 这红布的聪明度也太高了吧 神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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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喜之日 你为何仇荣满面 若是你对这张挥是不满 现在后悔 还来得及 看你说的 我是一个堂堂捕头 想好的事情从来不会后悔 我是在找我的朋友 白草堂的杨大夫 所调的助理洛朗姑娘 我明明往广州发了请帖 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呀 杨大哥 你好好想想 请帖上面的地址是怎么写的呀 三个多月 我怎么记 你说你也不把神爷给咱的请帖收好了 为什么怪我呀 咱俩谁弄丢的还说不定呢 三个多月以前的事了 没怪你 咱们现在就去衙门看看 神爷是总捕头 总有人知道他助理派 来 停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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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静马 我去帮忙 停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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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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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死你个臭臭 老太太 别别别 别动手呀 老太太 您就别闹了 妖怪 老太太教书先生和我们的行李呢 我都已经安排到客栈了 行 待会儿我再出去转一下 眼睁耳目 你先回客栈照顾老太太 好 这不是说旧的面具跟衣服太吓人 才换新的吗 这怎么就下云两个 那还不是杨大哥 气与步伐威风霸气啊 和这身衣裳有什么关系啊 你看这身衣裳 这边有间 这边没间 那都是我精心设计的 哦 你精心设计的 我还以为你忘了缝呢 哎 还有这个帖子和这个浮花 都是我找工匠精心打造的 哦 官好看了 我说怎么那么重呢 差点累死我 再说我铁猴子气已宣昂 是因为这身衣服吗 我穿什么都是超级英雄啊 那你以后光着吧 夫妻对拜 你以后 我还没有 你以后 赵大志 爹娘死得早 大表哥虽然登了官 却贪赃枉法 被砍了头 大浸子年事已高 说什么也不愿意到来州府 参加我跟青莲的婚礼 我赵大志已经没有本家亲戚了 以后二位父老 就是我的亲生爹娘 我赵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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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大哥 你赶紧把衣服给换了呀 别到时候又惊着老人家 惊马倒是制住了 沈爷婚礼错过了 小子 你说的那个沈爷 是来州府的普头 赵大志吧 您老爷认识赵大志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是他大贱子 您是他大贱子 那您就是报日令他妈 对呀 你是谁呀 我 我是杨天纯 杨天纯 不对 我认识你 你是三年前大闹危险的铁猴子 就是你 害得我儿子三年前差点被砍了头 我告诉你 我儿子没有死 还活着 包志令没死 我要找到我儿子 你再敢为难他 我就跟你骗了 别别别 别动我 别动我 我不动你 我要找赵大志去 我告诉他 他大表哥没有死 清廉 沈爷 这辈子都得感谢梅婆儿 能跟你成亲 真是我神医八辈子修来的父王 我的心肩肩 我可不客气了 我现在就要 大志 开门哪 谁呀 谁这么没得性 好像是大镜子 大镜子 什么大镜子 大半夜的闹洞房 还让不让人火了 高大志 你别光顾着洞房 你大镜子都快在外头洞麻了 杨大哥 索性把他打晕了 扛回去吧 打晕 不合适吧 大镜子 大镜子 你怎么来了 怎么刚来啊你 真是的 杨大夫 你怎么跟大镜子在一起啊 快快快 快进去 等你好久了 这清廉姑娘啊 果真乖巧懂事 这是我们家大志的福气 不见大镜子 捣扰你的闹房吧 看您说的 我怎么可能怪罪您 打扰了我们新婚之夜呢 这是大镜子 您还是小点声 这打扰了我们 闹房无所谓 这要惊扰了邻居 我们以后 还怎么为人出事啊 呦 瞧你说的 这什么人哪 他管这么多闲事 大志 以后啊 谁再欺负咱清廉 你就告诉我 我就大耳瓜的 臭他 您就小点声吧 你也是一个长者 老这么一惊一乍乍乍乎乎的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呗 非要打扰人 动芳花主意 若兰 我们家的事 你插什么嘴 我 我 杨大夫和若兰姑娘 都是我的贵客 不就是为了救你的性命 才延误了我的婚宴 你个赵大志 你当了个破骨头 刚娶的媳妇 你的翅膀就硬了 你就知道 哥们走给我往外拐了 这清廉 还都没说什么呢 你就冲来劲了 你就冲来劲了 人家清廉姑娘 嫌没嫌弃你 自己听不出来啊 若兰 你就别说了 人家屋里 怎么都 你个猴子 你说谁屋里了 你说谁屋里了 好了好了 好了大剑子 一开始叫你来 接你来 你叫不来 现在好了 你自己这儿 赶着马车就过来了 废话 三年了 我才知道 你大表哥 他没死 你说这么大的事 我不找你 我找谁呀 找谁呀 找谁呀 大表哥没死 你大表哥他没死 他活得是 硬硬朗朗 风生水起 阳光灿 您说大表哥没死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看了我一眼 走了 何时 就是我来的那个 前一天晚上 也就是三更吧 那不是半夜吗 你肯定是想大表哥了 做梦啊 你以为我脑痴啊 那做梦 我能当真吗 我每天都在做梦 可是这次 我就看见他本人了 自从包之令被斩首之后 我整整哭了半年 后来就靠下地干活 才勉强地不去想他 儿子 一张大脸稍纵即逝 老太太您也相信鬼魂这一套啊 他不是鬼魂 那是我儿子 沈爷 您别让老人家一经一丈的行吗 习惯了 大致说 你是当今世上的 数一数二的英雄好汉 哟 瞧你这么小的胆 我老太太就这一句话 就把你掐成一样 别别别别 比不了 惭愧惭愧 无言以对 当天夜里 我又见到我儿子了 什么人 是你 是你 娘 我确实看见那是我儿子 包之令 不会看错的 老太太连续见鬼 看样子 包之令死得很惨 那是阴魂未散哪 你才是鬼呢 那是我儿子没死 不可能有鬼魂 其中必定有蹊跷 老太太 您见到包之令 她有没有跟您说什么 没来得及说什么 给我留了一包银子就走了 她说上江南办件大事 办完了就回来 给了包银子 您给我看看 花了 什么呀 我赶车走这么一路 我能不花钱吗 你这老太太 心也真够大的 这英曹地府来的银子 你也敢花呀 若兰 不要胡说 老太太 真有一包银子 真啰嗦 车无落话 就问这一件事 有包银子 又不是银曹地府的名币 怎么就不能花呀 反正听大镜子描述 怎么听怎么像鬼故事 杨大夫 不管怎么说 我大表哥跟你有些缘分 这个事情你得帮帮忙啊 老太太看到的 必定不是什么鬼魂 要么是江湖上的易容术 要么就是 包之令根本就没死 不管是人是鬼 肯定是大表哥本人 没有人有什么理由 这么大费周章的 易容来骗大镜子 只可能是包之令本人 自己思念大镜子 这一晚上 总算说了句人话 是啊 听了一晚上都是鬼话 你这个女人 那这么狠毒啊 非得照我儿子吃鬼呀 我可没说过 是你自己说的 好了 听大镜子说的 也不像是假话 我大老眼颠覆到这儿 别这瞎话 逗你们呀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我儿子没死 就是想我过来看看我 你还别说啊 我大表哥虽然是个贪官 但却是一个大孝子 对 这我们相里相亲的 都很清楚 沈爷 这事不能办 找到当初行刑的 柜子手和监长官询问 便会水落石出 这是个好主意 杨大夫 事出蹊跷 这个事情一定得帮忙 沈爷 你放心吧 你的事啊 就是杨大哥的事 他一定会帮帮帮到底的 只不过 这包之令的事 不能让官府插手 如果他还活着 那他可是朝廷的逃放啊 老太太 我和沈爷情同手足 一定帮您确实了这件事情 只是天色一晚 您就让他小两口歇了吧 也当真毁了人头发 也是也是 这春宵一刻 值千金嘛 这太阳快出来了 你们先歇歇 我走了 好了好了 大金子 我服了你了 困了 这青年妹妹的手艺可真棒 沈爷啊 这下可有口福了 大致一早就去衙门了 说是找当年的监长官问问 问也白问 我儿肯定没砍头 我儿肯定没死 什么人 我怎么没看见人呢 没事 没事 吃饭 若兰 你先陪他们吃饭 我继续就来 白草堂的杨大夫 白草堂的杨大夫 包治令 你果真没死 白草堂的杨大夫 你放开我 带着别动 好 杨大夫 没事吧 杨大夫 你去哪儿了 沈爷 监长官找到了吗 他怎么说 我一大早就去衙门 一查才知道 当时朝廷要把我大表哥 就地正法 其实根本没有监长官 当时把我那个大表哥 要的违线的一个郊外 实行监管的就是个刽子手 这个人就叫刘富龙 刘富龙 这个刘富龙 现在还在衙里当差吗 你猜怎么着 我大表哥案子一完 不出半个月 这个刘富龙就辞职不干了 回老家去了 果然有蹊跷 我说对了吧 我儿子肯定没死 是啊 您儿子没死 而且还活蹦乱跳的 你好像见过他似的 对 我刚刚才见过他 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说一句话 就杀出几个蒙面汉子 把他带走 杨大夫 你没看错吧 我不会看错 就是包子领本人 带他走的那几个人武功很高 像是江湖人物 我儿子好不容易大难不死 可别让人再绑了票啊 说不定是有人想抓大表哥 送到官府 好得赏银 老太太说过 包之令要在江南做一件大事 这件大事 不会就和那几个蒙面人有关吧 包之令逃脱 斩首之刑 三年之后又出现 这里面肯定有大事 沈爷 我看我们还是先找到 当时负责行刑的刽子手刘富龙 查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 东西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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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上 快点上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马上 上 上 多吃点啊 来 好了 吃点喝 来来来 吃点 吃吃吃 好 来 吃吃吃 来 吃点 来 吃菜吃菜 来 来来来 吃个饭口 老爷敬您一杯 行 吃 把这个给老爷送过去 拜兽 拜兽了啊 拜兽 走 拜兽 什么人 站住 我们是行脚的盖人 鹿京宝地 见呢 有贵人伴兽 特来道喜 顺道来讨些赠点 给些碎银剩饭便罢了 你这私好生不理 叫刘胖子跪着出来赔不是 顺便赔千两黄金 给我们兄弟是不是 出来 出来 快点 你别人家习气捣乱啊 大胆狂贼 竟敢在刘府撒野 暗刺 打赔 你把刘船洒 撒野 你把刘舟势 干吗 你拿去 打赔 你把刘舟势 东边虹 赶快报关 我这就去报关 东边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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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下 蹲下 都给我蹲下 蹲下 你 有命啊 放了我的小月 好 夫人 我跟你们拼了 你拿什么拼的 你究竟是谁放了我儿子 你不认识我呀 我认识你呀 你身后这口大刀 没少给朝廷卖命 杀了不少人吧 如今 刘英雄放下秃刀 摇身一变 成了十里八乡的大财主了 这全家老小也没少给你享清福吧 你不是本地人 你究竟是谁呀 刘英雄 你是靠轮刀口发大财的 兄弟我也是靠刀口混日子的 据我所知 三年前你得到一笔不易之财 不但没挥霍掉 反而生财有道 看你这儿子养的 白白胖胖的 真是可爱呀 你要多少 我都给你 放了我儿子吧 你那笔财产来路不干净 量你也不会放进钱庄 说吧 宝库在哪里呢 神爷说 纳兰索图被皇上叫回京城 做什么占杆处侍卫 这是什么职位啊 那可是要职 是 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觉得刚才那个人有些奇怪 进了村我们就得步行 以免太过招摇引人注意 嗯 谁呀这是 哎呦 这不是来州府的神爷吗 我说神爷 这消息传得也忒快了吧 都惊动府里了 哎 你说这刘家好端端的 咋就被灭了门了呢 刘家 刘府龙家 是啊 哎 这报案还不到一个时辰呢 哎 这知府大人怎么知道的 怪不得胖那么快 才一个时辰呢 哦 是 知府有耳目 加上古快马传递 飞鸽传输 哎呀神爷 那照您这么说 那得是多快的马 多牛的鸽子呀 哎 是是是 哎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是来州府的领事法医 这是他的助手 幸会幸会幸会 幸会幸会 他们想进去查一下案子 好好好好好 我也去 啊 这 这位是 哎呦我的大镜子 您别添乱了 你们都是死人啊 人家死人怕什么的 我见得多了 瘟疫那几年 这村里人都踩着死人过河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我就去 你就不要去了 我陪着你 神爷照顾好大镜子 好的好的 你去 哎 神爷 您不去啊 那法医进去就行了 好好好 哎 两位里边行 哎 让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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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瑶 古代顺地的行官 别号御神 行行的刽子手 都奉他为祖师爷 这刘家呀 以前呢 就是个普通农户 刘富龙去衙门做了刽子手 这平时村里的人 都忌毁他们家 后来 也不知撞了什么大运 发了笔横财 辞去了刽子手的营上 回乡成了大财主 三年 就拢了全乡的田木 把生意 做遍了十里八乡 哎 树大招风啊 引来了土匪山贼 就这么着 被灭了门了 三年前 那不就是尹不愁合 包之令行刑的时候 当年朝廷 没有下派来监长官 刘富龙也是临时受命 全权负责行刑 看来包之令这位巨贪 当年还有暗藏的存货 刘富龙发的这笔行财 肯定是包之令贿赂他的 为的 就是换一条人命 包之令真的还活着 我说两位 你们说的是什么呀 包之令是谁呀 我 我这听不明白啊 这 这什么东西啊 这 这 两位 这 这什么玩意儿 这什么东西啊 雅大哥 这玩意儿好使吗 百草堂研制的新药 来自云南易龙湖 让人失去三个时辰的记忆 还是可以啊 如果包之令是为了夺回 当初贿赂刘富龙的赃银 协同一伙江湖刀客杀刘家灭门 我绝绕不了他 铁猴子 你说话要嘴上留德 我儿子绝不是那种人 杀人的事他绝对不干 您再大点声 大庭广众的一口一个铁猴子 那是你见不得人 我可不关你那些事 既然我们来到江南 我们要好好查一查 查明真相 给我大表哥一个清白 大表哥一句话 他在江南做大事 我们就冒冒失失来到这里 江南这么大 岂不是大海捞针呢 如今事情已经变得不简单 大海捞针 我们也要查到底 让开你 这事到我太乱了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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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 他比我神业还丢 怎会向我捏死 大金子没事吧 没事 宜兰邦强打秋风 开码头了 宜兰邦又不想贵 又要闹事了 强打秋风 怎么听这么下声 他没听说 吃都没得吃了 杨大夫不见了 笨蛋 肯定是化猴儿衣服去了 这一会儿啊 就得打起来 有热闹他喽 怎么没吃饿呀你 我笨 你没人管呢这 江荷包 大爷您是 别等兄弟们招呼了 给钱吧 这位大爷 我们家有招门呢 这钱不是刚刚收过吗 现在既不是二八月 又不是三接 我们家也没什么红白事 你这怎么又要收钱呢 你哪那么多废个话 齐兰邦近年办大事 天天收钱 你给还是不给 您 您这真的 没什么道理吗 您这 帮主有命管 齐兰邦急需淫良 今天不跟你废话了 兄弟们 直接拿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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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爷 各位爷 高台贵手 兄弟们 你值钱的统统拿走 大爷 我这小本生意 轻细折腾了 您 您高台贵手啊 天天 你 什么体能 就是泼皮无赖 乌合之众 给我打 快 他不会有事吧 放心吧 兄弟们 打死他 走 走 兄弟们 起来歇着打 快点去啊 去啊 去啊 啊 走 啊 啊 我是提兰邦的 你 抱上名号 呀 啊 啊 啊 别打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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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记住了 今日杂了你们饭碗的 是铁猴子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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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 走 大致 你说这个铁猴子呢 果然有两下子 这三拳两脚的 就把这些烂货给打走了 你说 他真能帮助咱们 找着你大表哥 大表哥贿赂刘伏龙 虽然逃过一劫 却也是戴罪至身的 如今又是杀害刘伏龙 一家的嫌疑人 不知道找到大表哥 杨大夫能不能放过他 杨大哥为人正直 一派豪侠气魄 我相信他不会冤枉好人 关键是大表哥不是好人哪 闭嘴 有和你这样说 你大表哥的吗 江南的黑道帮派真是猖狂啊 杨大哥 有件事情 我必须告诉你 什么事啊 我听到他们说了一句 强打秋风 似乎有些耳熟 现在我想起来了 杨大哥 你也知道 我爹新大鹏 曾经是江南江河帮的头领 是 那杀了寻操玉石 进了大牢 你九岁就被卖到山东 九岁之前的记忆 我非常清楚 强打秋风 就是江南江河帮的切口 就是暗号 可是这群人自称是 三江提兰帮 不是江河帮 你的事情 我曾经询问过纳兰大人 江河帮已经坐鸟收散 不再是朝景的威胁 那兴许 是若兰记错了吧 要不要出去找 这里以前都是江河帮的地方 江河帮散了 我爹也已经被朝廷处决 若兰身在风尘十年 一直想着江河帮来救我 当真是傻 你能想得开便好 今天教训完那帮畜生 我也想想 若搭在江南府 想要找到包之令 倒是可以通过提兰帮 为什么 包之令号称 自己要在江南办大事 而且那个泼皮说 今年提兰帮也要办大事 恰巧在这个时候 当年收了包之令贿赂的 刘富龙惨遭灭门 这其中必有关联 怎么回事 什么用 去查一下 报告巴总大人 这是江河州府衙的轿子 知府洪玉衡 怕是一群遇害 全死了 全死了 凶手一定没跑远 你们给我追 你们几个收拾 是 什么情况 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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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啦 起来啦 干活啦 开饭啦 吃饭 吃饭 老大 起来啦 老大 起来啦 老大 人来了 是皇上老二的天花炮主吗 什么人敢话 报声明来 都是些乌龟脑主 这么久才来 长得老子好苦 老大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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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留俩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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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着呢 我 下下下 大大大爷 饶命 饶命 各位 这么大贪哪 各位大爷 饶命 大爷饶命啊 饶命啊 我得让你知道 爷爷是三江 提联帮帮主纵 听清楚了 纵大爷饶命啊 咋样 大哥 全是炸药 好 弟兄们 有了这批炸药 再加上 从山东刘富龙 家里结来的金条 咱们的大事 指日可待 强打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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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妞来了 爹 爹 爹 别过来 爹 救命啊爹 放开我 大大爷 去去去 随便 爹 放开我 不回你 放开我 爹 爹 这 哪 都听着 铁猴子现在开始问话了 如不从时招来 定叫你们生不如死 信不信 不信 不信 我们提联帮怎么那么不团结啊 给个同意答案 信不信 不信 行行 好 我开始打人了啊 信的都给我闭嘴了 不信的都给我喊出来 什么意思 统一了是吧 都信了啊 我开始问了 你们提兰邦有没有一个叫 包治令的 也有可能叫别的名字 这个人尖嘴后塞 不会无功 然后入行三年的时间 想起来了吗 这个人 脸侧面看像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 月弯弯 大侠 请问是不是猪妖子脸 想起来了 继续说 我看不给你们点颜色 非别我动手是不是 侯爷们 我看 我刚过了过脑子 帮里好像有您说的这么一位 你要敢骗我 我不敢设想 不敢 真不敢 侯虾 我想起了一个人 他说话语音好像很高 身材偏瘦 面目极其可憎 但说话 是有一些小小的气派 你说的这个人就是我要找的 他现在在哪儿 快把他放下来 放下来 放下来快 这是像什么样子啊 这 请问大人有什么事吗 你 娘 儿啊 我去了威胁没有奸战 没人告诉我们去哪里收拾 那只是上下打点 衙门还是草草了事 威胁的人都在骂你是贪官 骂你该死 你要是死了 威胁的老百姓无不成快啊 娘 儿知错了 这包之令还混上黑道了 现在这个包之令还黑白通吃啊 干什么呀这是啊 看什么看 走走走 走走 白走头的杨大夫 你怎么在这儿啊 对啊 是我 你把所有你知道的事情告诉条子 原来你就是铁猴子 是啊 你知道吗 我 我跟他 是啊 很少啊 你 当初若早知是你 我包冒人怎会落到如此地步啊 娘 你别说话了 说 提拦失戒 一戒 一戒 月边抽舵 二戒 顶色卧帘 三戒 点水发现 四戒 银马上槽 五戒 溜边拐将 六戒 从围县死里逃生 数月来东躲西藏 流落江南 只能靠偷鸡摸狗 苟延残喘 后来经由一个小头目引剑 败了大哥纵将 入了提兰邦 迷糊吃大 三江提兰邦 邦归严库 头领纵将 更是神秘冷酷 我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两年了 我在里面还属于草鞋呀 就是那个 最低级的小喽啰呀 刚才他说的那个石剑 我记得 江河邦也有石剑 难道江河邦跟提兰邦 真的有关系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继续说 我就凭着这点小机灵 才帮你混点事吧 那承响 有一天会暴露 又赢了 不好意思 胡子大哥 今天我这个手气啊 真是有点旺 我是万万没想到啊 在邦里还能见着老乡 这老乡见老乡 还真是两眼泪汪汪啊 那个小子 当年就是违宪的一个小婆皮 后来辗转到了江南 入了提兰邦 一下子就认出我是当年违宪包制令来了 你说这寸劲 谁让你当年那么招摇 然后呢 山东省来州府 违宪宪宪令包制令 贪赃枉法 欲赐死罪 原来你是个鬼呀 前半辈子享尽了荣华富贵 现在跑进我提兰邦里来当草协 你不委屈啊 不好 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问你 你是怎么逃过朝廷扎刀的 回纵将大哥的话 只能说小弟当年未雨绸缪 我在郊区的一处酒窖 藏了一些金银 已被布食秩序 后来贿赂了贵子手 留得了一条性命 可是大哥 这个逃亡之路实属不易呀 我包制令能活到现在 那多亏大哥您收留啊 所以大哥 您一定放我一马 留着你吧 白费口粮 把你绑去送官 倒能得到丰厚的赏银 这两条路我太难选了 但凡我不是个白痴 您肯定应该送官了 对喽 看来你也不是个白痴 来人哪 绑了送官 别别别别别 慢 宋将大哥 您不是说要做一件大事吗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做大事那就得有大钱哪 您钱够吗 您有钱吗 大哥 当初我贿赂的贵子手叫刘富龙 这小子收了我的钱之后啊 辞去了府衙的职务 回乡当了个大财助啊 这个小子厉害 精通生财之道 还懂得钱生钱 如今可是富甲一方的主啊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这小子收的是我的贿赂 那就是赃钱 据我所知 这小子把钱藏在了他家的一处地窖里 大哥 只要您放我一马 我立马就带您去找他 抢了这个狗贼的钱 成就您的大事 我当时只告诉他 受贿赂的人叫刘富龙 老家住在什么地方 也是我带的路 既然我回到了山东 那我自然 就要回家看看老娘了 结果还把您给吓着了 后来我又到了莱州府 听说大表弟结婚了 我又偷偷地过去看了看 结果碰到了杨大夫 当时你正在跟提兰帮的人在打架 我就纳闷了 一个大夫 武功怎么能如此高强呢 后来才知道啊 原来您就是刑侠仗义的铁猴子 但我发誓 我只是带路了 绝没让他们杀人灭口啊 这个纵将太狠了 娘 儿子 跟娘走 咱离开这是非制地 你们干嘛 干嘛打枪指着我儿子 杨天纯 一晃三年不见了 看来这违宪的老朋友们都在这儿聚齐了 纳兰大人 你不是被皇上调配到京城张甘处了吗 怎么又跑这儿来了 你给我闭嘴 谁让你善离职守独自跑到江南来的 纳兰大人 有日子没见了 你们先出去 喳 杨大夫 你不是在广州开医馆吗 是 为何会来到江河州府呢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 如果你再以铁猴子的身份为非作歹的话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别忘了 你毕竟还是朝廷通缉的要犯 杨某自然了解 说 朋友归朋友 公事归公事 况且纳兰大人现在是 粘杆处的粘杆侍卫 等于就是职鞋听命于皇上的特务头子 杨某自然得罪不起 好一张利嘴啊 杨大夫出游江南并不犯法 我纳兰索图自然也管不着 只是 这包制令 大人 你着实不简单了 胆敢贿赂朝廷的柜子手 还跑到这儿来加入黑帮会党 扎个黑头巾穿上黑衣裤 帮我做 你胆子真的不想 大人饶命啊 大人 你不能在这儿玩上了 他已经改过自新了 大人 大人 改过自新又有何用 本就是死罪还畏罪潜逃 罪上加罪 包制令 我倒要看看你有几个脑袋 饶命啊 依我说 国法难容 包制令自然是该复法 只是 可惜了 杨大夫会可惜包制令 你误会了 改过自新没用 但将功不过 可就令当别论了 是是是是 来来来 你们沾干处为朝廷的特务机组 难道江河州 死为何事 提兰邦 他们杀了江河州之府 抢了紫禁城元宵节的烟花 换句话说 就是抢了火药 暗大清律 民间不得私藏火器以及火药 而且 这批烟花是江南火药局特制的 看来这个提兰邦 是要撕造火器 或者是炸药 哎 包制令 你在山东 跟你娘说 你在江南有一件大事要办 什么事 不是我呀 我这一天到晚东躲西藏还来不及呢 我能有啥大事啊 是提兰邦的大事 什么事 说 我以我的人头保证 我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提兰邦的老大 宋江正在猫花大盛 而且 他让我带着他抢进刘富龙的金银财宝 就是为了这件大事 纳兰大人 纳兰大人 你们张甘处也是为了这件大事而来的吧 说实话 我肯定肝脑涂地 为朝廷效力 我只去留着性命回家种田 侍奉我老娘 哎 这是个好主意 哎呀 这做奸细的够刀太要命了 这要让人逮着 这死路一条啊 我都不敢 娘 这是儿唯一的出路了 纳兰大人 哎 你叫他干嘛 去 小女子不才 知道的不多 懂得也少 包大哥也算是我的表哥 是 我自然希望他能有活下去的机会 对呀 既然杨大哥实为铁猴子 那一定是明镇江湖的好汉 如果提兰邦要做大事 除了需要钱和火药之外 一定还需要人 那如果让表哥 假意介绍像铁猴子这样的高手陆邦的话 那提兰邦一定是求之不得的呀 如是这般 包之令和杨大哥一定可以取得提兰邦的信任 这样朝廷就可以提前阻止这件大事 哎呀 二位姑娘的脑子转得太快了 是啊 纳兰大人 如果真能这么办 凭着铁猴子的本事 打入提兰邦的内部 说不定可以一招制敌决胜千里呀 是啊 我愿意从前去协助一臂之力 你武功平平只会是杨大哥的累赘 是啊 哎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像当初我们几个 那个是山东 梦幻铁三角 梦幻儿二人组 阳天准 包之令 照他们这么说 我张甘处还得仰仗你们二位朝廷要犯的协助 所以嘛 你杀了包之令这个县城的卧底 岂不可行 此计可行 事不宜迟 马上出发 如果成功的话 我会劝皇上撤销你们的通缉令 不过 你们要是耍花样的话 我张甘处的血滴子 可不是闹着玩的 太血腥 太血腥 清廉真是聪慧 也很勇敢 这下大好 咱们来到这儿 本来是帮神医爷查查包之令的事 如今包之令找到了 你却要以身涉险 能够阻止提兰邦办坏事 又能摆脱朝廷对我的通缉 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何况以我的身手 何谈涉险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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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立阵高刚 一派西山千古秀 面朝大海 三江河水万年流 要见大哥 成见大哥 水莫猴吐一掌 什么鬼玩意儿 你们就跟大哥说 山东包之令 传铁猴子话 反清的事 就是铁猴子的事 铁猴子 就是当年杀了玉冕老虎周世通 又灭了四大银贼的铁猴子 可不是吗 大哥您也知道 小弟当年在山东莱州府违宪作官 可没少跟他打交道啊 你这怂包软蛋 侠盗铁猴子怎么会跟你有交情 何至交情啊 简直就是死对头啊 这个铁猴子 当年是隔三差五到我府上取些银亮啊 然后他分给穷人 又帮助朝廷 把我这个小贪官给揪出来 又帮助朝廷 杀死了玉冕老虎周世通 夺回了赈灾银亮 总之是帮朝廷干了不少事啊 结果呢 皇上非但不领情 反倒重金通缉他 把他当成危害涉及的贼寇啊 那他是怎么找到你的啊 大哥你有所不知啊 凭着铁猴子的本事 追踪我的行动简直是一如反掌啊 说实话 他相当讨厌我 看不惯我偷生 所以非要把我这个朝廷的小贪官 揪出来置于死地啊 可他万万没想到 我包之令走了江湖 入了咱们鼎鼎大名的提兰邦 跟了大哥的手下 我跟他说 咱们大哥呢是胸怀大志 有大事要做 他就问我 什么大事啊 我说我肯定不知道啊 然后他就表示了 不管是什么大事 只要是江湖上的朋友 敢跟朝廷死磕 他一定全力相助 包之令 在 你带我抢劫了刘富龙 也算是立了功了 我可以不把你送官 但是 你小子要是把我纵江 当成三岁小孩子戏耍 那可就太不地道了 我可警告你 千万别跟我耍心眼脏 大哥呀 真是铁猴子让我来给您送信的呀 大哥 炸药我已经安顿好了 好 到时候手底下利落点 明天晚上 咱们就干大事了 报之令 在 我暂且相信你 今晚带他来破庙 他明无暗 否则不见 是 那个 戴面具的是铁猴子 这个女的是他的徒弟 包之令归位 你暗我明 如何向下啊 小心 走 果然是明镇南北的铁猴子 好 既然入伙 为何不已真面目视人 大家彼此彼此 我怎么知道 你是真心入邦呢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真心反清 我得承认 我提兰邦上下 确实没有像你这样的高手 客气 今我铁猴子歇徒弟入邦 实乃真心实意 你提兰邦人数众多 我铁猴子再要办法 也是寡不敌众 好 江大侠究竟识何身份 何不坦诚相见呢 杨天纯 杨天纯在此拜会三江提兰邦 纵将大哥 好 杨大侠果然心诚 爹 你说什么 你 你不是纵将 若兰 你说什么呢 若兰 你是若兰 认识啊 你不是纵将 你是江河邦邦主兴大鹏 我是姓若兰啊爹 若兰 真是我的闺女 爹没听错吧 你还活着 我真的是兴若兰 爹 你也没死 现在已有内线潜入提兰邦 一旦得到情报 立刻联合三江军队展开行动 警察 也不知你大表哥这次是福还是祸 是福不是祸 那是祸也能躲得过 现如今也只能寄希望于杨大哥和若兰姐姐能够顺利地刺探情报 协助纳兰大人破了提兰邦的大阴谋 那可靠吗 杨大夫是相当可靠的 谁说那杨大夫 我是说那若兰姑娘 我看这女人啊 双眸闪光绝不寻常 大剑子你真逗 还是先回去睡觉吧 说不定你起来的时候 杨大夫就回来了 杨大侠 手段果然是高啊 全靠兄弟们让手抬举 铁猴子不敢当 梁兄 我们大家都清楚留守的是你 很多年了都没有碰到像你这样的高手 来 救你 客气客气 我也很多年没见你这么连连续续的 说这么多话了 胖哥 想多了 我上茅房 我上茅房 去去去 别光顾着喝了 也不知道里面那位跟他亲爸爸说啥呢 若兰不会出卖我们的 别人我相信 那可是他久别重逢的亲爸爸呀 你这闹钟 竟然认得如此好汉 好 我破天荒敬你一杯 胡子大哥你可太给面子了 当天 爹是江河邦的红手 曹韵玉石要断咱们的水路 自然要由爹去杀他 不想却中了埋伏 幸亏一种好友 想帮助 在压解时才得以逃脱 我四处许你 却得不到半点踪迹 帮中的人都说爹被砍了头 江河邦也是走得走散的散 辗转起手 我也被人迈进了窑子 哎呀 当时爹以为再也找不到你了 我发了毒誓 逼让猪狗满青 血债血肠 来来来 喝酒啊 来来来来来 你快点 来来来 等我等我 等我 等我 快点 第一天入房啊 一定要开心啊 好 干一个 干了 来 来 别喝了 别喝了 我喝了 来来 吃这个 行了 侯大侠 你可真是狼心狗肺 这他们也喝得进去 谁像你 我有内功 奇云无形 酒精早就随汗也回去了 牛 你可真牛 这是要跟你拼酒可就亏大了 好酒量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吃这个 来做 老板 好好好好 来喝喝 喝酒 Demig hamba 你救了我女儿 好嘞 来 我敬你一杯 喝酒啊别给我吃啊你 喝喝 咋能不喝哪 弟兄们 我闺女的话 刚才你们也听见了 我本名不叫董事 叫新大鹏 早年 是江河邦的红手 也是江河邦的头领 早年我们江河邦 是靠着江运 提着脑袋拌卖思言 在江湖上 闯出了名号 今如今江河邦散了 可我纵江还活着 今天老天有眼 有望我的闺女 给我送到身边 是我们妇女团聚 加上你们这些过命的兄弟 我纵江害怕什么 连荒弟老儿我也不怕 杨大侠 我认你做我的兄弟 明天晚上 跟我做大事 满清 占了我大汉的将军 又绞杀了我江河邦的兄弟 是我们部女奔利 明晚 江河大坝 将会布满炸药 炸大坝 江河邦都没了 还有江河有何用啊 断了江运 就是断了皇帝老儿的筋脉 到时候 我们提兰邦 又在江河州 举骑起尸 联络各路好汉 点燃苏碗玉 三省交界 炸了大坝 那江南的百姓 岂不是跟着遭殃 凡城大事者 何必拘泥如此小节呢 成王之路 本来就是尸骨不咎 你们随我征战 将来必成大业 想不到大哥 又如此鸿鸿之志 羊毛佩服 铁猴子一身本领 却输在眼界 老天把女儿还给我 又把你这样的好汉 送到我的身边 这就是天意 他道光和满清 也要说尹天意 杨天纯誓死 效忠纵江大哥 铁猴子一直在寻找 一位胸怀山河的 名主追随 今日终于得偿所愿 大哥 我愿意参与明晚的大计 为大哥效力 好 杨天纯你放屁 爹 女儿不孝啊 女儿女儿 怎么了 女儿此次和铁猴子前来投靠 其实是受了朝廷 战开出的委派 我们是过来打探情报的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白家娘们啊 杨天纯和包之令 都是粘杆视为纳兰索图的人 纳兰索图现在已经集结了 所有粘杆处的人和血弟子前来 只要他们一旦知道爹爹的情况 他们就会迅速出兵 谁臣想老天让爹和若兰相遇 若兰实在不忍心 看着爹你中了他们的圈套啊 给我拿下 是 你这个败家娘们 你太不可靠了 把嘴放干净了 大哥 包之令我千不该万不该 对大小姐出言不逊呢 大小姐 请你原谅我这张 勾嘴 大哥 大小姐 给 给我留 留 留条性命啊 我这毕竟是有功在先哪 再说了 我 我跟铁猴子是有世仇的呀 不是万不得已 我不可能跟他走上同一条路啊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哪 若兰 你知不知道你爹所做的事情 就会害死多少无辜百姓 我跟我爹分开这么多年 我九岁就被人卖进了窑子 我难道不是无辜的吗 你的遭遇跟靠着江运和长江的百姓 有什么关系 提兰邦危害一方如今又要炸掉大坝 你心里还有没有是非黑白 这世间本无什么是非黑白 黑白颠倒 善恶无界 我谢谢你照顾了我 也谢谢你照顾了我这么多年 但是仅凭这点情谊 就要让我背叛我久别重逢的爹 若兰实难从 弟兄们 买不动手 快给我追 快给我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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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准 迷行逃不了了 过来 下山巡查 绝不留火狗 好了 天快亮了 铁猴子不死 也半残了 抓紧装置炸药 晚上准备起爆 好 走 是 不愧是爹的好闺女 走 咱们回去 这天都亮了 这天都亮了 为何没有任何消息 难道他们暴露了 毕竟深入敌营 如果暴露 杨大夫 以一敌众 也得不到什么便宜啊 我说纳兰大人 我老头子给我托了个梦 说我儿子大吉大利死不了 你们呀 就别瞎操心了 这都天翻鱼 都白了 你也不给准备早点吃 这折腾了一晚上 我都快饿死了 我说你这老太太 昨日还担心你儿子性命不保 这一夜杳无音信 你还吃得下饭 大人 你可不了解我们这个大金子 我们大金子就这么个人 我真服了你们一家人了 把门关上 你这为何锁我 大哥吩咐的 你是千金 大哥这也是保护你嘛 来 把门我关了 来 来 来 什么人 铁蚝子到 铁蚝子到 回避 你们出去 走 猴子 事情办得怎么样 出了点意外 你受伤了 铁蚝血入 不朗血出 不伤脏气 平安无事 大金子你说什么也乱七八糟的 看什么看呀 这都是你媳妇的妙计 清莲 关她什么事 杨大哥 刀山火海 我姓若兰跟定你了 我与你同去 我知道你对我的情意 只是你与我同入虎穴 实在把我赏什么忙 一旦出事 我还要照顾你的安危 我一定要去 因为 提兰帮的纵将 他就是我爹心大鹏 自从山东见过纵将之后 若兰内面不明 到了江南 他又听到了江河帮昔日的暗号 强打秋风 强打秋风 怎么听着有些耳熟 江河帮的记忆始终在若兰内心深处 他基本可以确定提兰帮的纵将 就是他爹心大鹏 我独自跟随提兰帮的泼皮 去了他们的地盘 墙壁上的暗号标记 和当年江河帮的一样 而那些标记正是我爹当年的红手图 梁大哥 我很怕 我怕纵将真是我爹 如今若兰已经不想报仇 不想杀人 来到江南 我目睹了提兰帮是如何仗势欺人 危害一方的 如果纵将真的是你爹 你真的会大义灭亲吗 如果纵将真的是我爹 这么多年以来 他只顾着重建帮派为非作胆 其实在他心里 早就没有我和我娘了 若兰已经不是小孩子 我懂得是非黑白 这些跟清廉有什么关系啊 若兰非常信任清廉的为人欲问忠 在很早的时候 她就跟她说过心里的怀疑 若兰姐姐毕竟是女人 当时也没了主意 就跟我说了心事 我不能辜负若兰姐姐对我的信任 我就没告诉你们 直到昨夜 我见大镜子实在是着急 怕他急我攻心 所以就告诉他老人家我们的计划 怪不得这老太太 昨天早上变得胸有成竹的 感情不是老爷子托梦啊 我们分析啊 纵将既然要办大事 自然小心谨慎 无论如何仅凭包治令的引荐 不可能在一夜之间 相信我杨天纯啊 但如果他们妇女相认 若兰姐姐假意为了亲爹 一件刺刺铁猴子 那凭着血缘关系和这一件 也许可以换来纵将真正的信任 宝剑赐我 隔数血入 不狼血出 不会伤机脏气 三年多以来 我一直在教若兰这一招 以备不时之需 唯一的小意外就是 我没能把包治令救出来 杨大夫 情急之下 我儿没有出来 这是天意 我儿能活到现在 这也是老天爷在抱他了 你别太难过了 那他的大事到底是什么呀 利用元宵烟火的炸药 炸毁江月和长江的交汇处 什么 他要平生水祸 最终是要趁乱气势 大胆狂徒 他们计划今夜起报 要把炸药安置在江河大坝上 事不宜迟 一个时辰之内 我会召集兵马赶到江河大坝 我和你去 你去干吗 纳兰大人 我爹是山东火气局的侠令 青年自幼熟悉烟花爆竹 我和大智可以随军一起前往 万一那些狂徒最终冒死一搏 我可以阻止炸药爆炸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你是脑子自然想不到 好 就这么办 那就拜托纳兰大人了 我即刻动身去救若兰坎包治令 嗯 快来人哪 快点来人 什么事儿 我的心脚痛犯了 赶紧给我开门 否则怎么跟我爹交代 怎么了 硕兰 你站住 没 没事儿 干什么 钥匙在腰里 硕兰 小心 这什么玩意 忘记提醒你捂住口鼻了 也好 这三个时辰的记忆你不要也罢 走 拿下 你们干什么这是 我这是在哪儿这是 我不是卧底吗 我暴露了 若兰你也暴露了 也不知道这火宝贝 无言乱语说了些什么 我只知道 其实我的闺女 也是来坏我事的 你这个不忠不孝的东西 真是伤透了爹爹的心哪 爹 你别再执迷不悟了行吗 你这么做会害死多少人 你知道吗 为了仇恨 你这么做值得吗 报仇 为谁 为江河邦 为你 江河邦一帮汉子 哪个不是为了钱财美女 金金珠宝 江河邦散了 我可以成立提兰邦 提兰邦散了 我可以成立白虎邦 青龙邦 有什么不同 我纵江纵横江南几十年 能为了你个女娃娃 放下我这扬名立万的千秋霸业 哼 笑话 你说 你跟这铁猴子干的什么不好 非得把那江河州来换我的事 亏得你们俩 有这么一声好功夫 竟然如此于虎 去 把这包之令 给我绑在大坝上去 你这个老王八蛋 走 你不能好死 这总包软蛋 今天吃火药了 待会儿把你炸上天 让你当英雄 爹 你已经立于星星了 你到底做了什么模样 无睹不招 还成大事 越是紧要关头 越不能心慈熟 原谅爹 有朝一日 爹登了大位 你做了公主 你就会理解爹的雄心 我恐怖心了 出发 爹 走 老大 就在前面 加快 狗贼 打你跑 梁天准 你果然没死 若兰 你就带着外人 来害你爹吧 给我上 上 走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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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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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兰 我走了 我不回家找管娘君啦 冒之六 天船 天船 我去抓那个老子 挖得深点 冻冻快点啊 冻冻快点啊 兄弟们 给我拦住他们 兄弟们 条子 救出准它的 封口 冻冻 刘伯 冻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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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猴子,棍子都没了,我看你还怎么打 天纯,不要 爹 爹 你爹没事,只是晕过去 我去打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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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线影线的通路 其实还是剧情跟烟花模子 惯性怪异再分散 那就是怪异点 宋江和他的帮众 皇上已交由三江都督府查办 我张甘处已将来龙去脉 如实地禀报皇上 希望皇上能够撤销 杨大夫和报志练的罪名 纳兰大人 我们来江南已经有一个月了 看来我大表哥应该也没事了 大镜子一个人在山东呢 我也不放心 我跟青莲商量了一下 准备司官回家 跟青莲一起做点小生意 这样的话也可以照顾我的大镜子 难得你二人一片孝心 也好 我会知会来州知府的 谢谢南岚大人 等我大表哥没事了 我接他回去 我这来京城也有几天了 皇上一直没召见我 我看我就不必等了 恐怕杨大夫还得等下去 现在只有皇上还有我张甘处 知道你铁猴子的身份 没有皇上的命令 我不能让你离开京城 再等等吧 不要为难拿来 好吧 刚才纳兰大人提起你爹 你们言语 若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觉得 自己是个大逆不道的不孝子 没人那么小 你也不用自责 你救了千万五个百姓 让他们免于灾难 免于流离失所 免于家破人亡 这还不够吗 之前的庆域我们没有选择 只能听天由命 如今我们会面临大大小小的选择 若兰 你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后悔吗 如果再让若兰选择一次 若兰依然会选择正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